那经过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测查 我们大概就锁定了 一个浙江回来的台商 他事实上是很有可能 是我们的一个感染源 台湾16日出现首例无害肺炎死亡病例 18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锁定一名浙江台商进行调查 那他回来的时候 在车上就咳得很厉害 那我们再去追踪 他相关在健保的医疗室 那发现他事实上也是连续的 在做这样的一个呼吸道相关疾病的治疗 所以我们认为他的可能性是非常的高 他目前体内找不到病毒 那如果要想要证明 他是感染给别人的人 就必须证明他体内有抗体 时间拉回到1月22日 浙江台商返台 搭上第19例病逝司司机的计程车 1月27日病逝司机家族餐聚 共12人 有两名为同住家人 2月3日病逝司机入院 流感采验阴性 住腹押隔离病房 2月15日 司机病逝死前采验一阳 死后采验二阳 2月16日 与病逝司机接触进行采检 共72人 2月17日 病逝司机的母亲 外申女婿 采验皆为阳性 我们没有把握在社区感染到的时候 你一定能找到感染源 能从这种比较明显的 比如说国外回来的人去下手 如果能够从这里面找得到 就解决你的问题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国际虽然没有标准抗体检验方式 但台大医学院日前已分离出病毒 开发出抗体检验方式 部分血清也将送中研院做双重检验 来确认证明浙江台商是否曾感染武汉肺炎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